今天我们做一个往复运动装置 什么是往复运动 就像这个一样 以前以后 以前以后 但是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这种 以前以后的东西 我们更常见的是旋转运动 这用马达就能很容易实现 但是我后面要做的项目 需要高速 行程长的往复运动 于是我搞来了这个东西来研究 我好奇它是怎样一切以后的 它虽然很快 但它的行程只有几毫米 我要搞懂它的原理 然后DIY一个更猛的 于是经过一轮往上冲浪 我设计了这个 这个长得像Steam logo一样的东西 是要3D打印的 它有两个一体成型的关节 可以随意扭动 这样就可以将旋转运动 变成往复运动 这条B的长度就决定了形成 直线轴承和导向轴 我都选了比较小的 这样关性就比较小 就能达到我想要的 又长又快的效果 设计好了 接下来我们就要制作出来了 除了3D打印件 还需要一些外围的设备 比如说力气大的马达 还有固定它们的东西 这样就搞定了 我们通个电视试看 So far so good 搞个慢镜头看一下 慢镜头下好像看到有一些抖动 再慢一点看一下 可以看到上半部分在这里左右摇晃 每当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 随之而来的肯定就是 阿比 飞成一堆烂骨架 原因是这个亚克力的刚性不够 所以我搞来了PON赛钢榜 但似乎还是不太够 所以最后我直接用了不锈钢 这下总掰不动了吧 这下应该稳妥多了 我也加顾了一下之前爆掉的3D打印件模型 最终组装起来的效果是这样的 嗯 这下确实稳多了 再给它润滑和清洁一下 在慢镜头下也可以看到 确实会比之前稳很多 镜头上面有一点点抖 但这不是它抖 是我的手在抖 所以我要把它固定住 然后再拿个众爷来把它压满 好了 现在应该算是比较完美的了 它达到了我想要的行程和速度 所以这就是我做的往复结构 所有东西都会开源 然后放到BB Rain的网站上面 好了 这里是酷瑞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所以我是用它来做什么的呢 答案是我会复制多一个 然后在上面固定一张投影模 模型会上下快速移动 在下面放一个高速投影仪 就能利用POV四月占留形成3D立体全息的体积显示 嗯 就是这样的 不让你以为用来干嘛的 解决 公子 5 0 嗯 2 3